新能源汽车 也是CS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 那么今天就邀请到沃沃汽车集团 亚太区产品副总裁吴振浩 August 吴先生 为我们做专业的解读 August 欢迎 谢谢 很高兴来到这里 那今天的CS上 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车企 也来参展了 您觉得哪一家 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呢 我觉得Byton的这个产品的设计 还是比较大胆 我觉得包括它的车的设计 整体让你感觉 还是印象蛮深刻 比较有质感 那您觉得在全球的 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领域 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中国其实已经是 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的市场 每年销售的这个电动车数量 是最高的 但是大部分还集中在 一个中低端的产品 未来呢 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多的 中高端的电动汽车产品 会推上市场 所以您觉得中国会弯道超车 我觉得弯道超车 这个事情还是要 谨慎地来看待 我觉得虽然中国在 比如说电池这样一些 核心的这个 零配件方面 产量也是最高的 但是我觉得在 这个技术的一些 领先性方面 比一些 比如说拿电池来说 日本和韩国的一些企业 还是有一定差距 另外呢电动汽车最终还是一个车 所以呢整车的一些工艺和质量 我觉得还是中国的企业 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虽然说是有一段差距 但是呢国内确实在这个造车 这个方面是如火如荼 因为中国政府也很多 很大的这个政策的支持 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呢 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个好事 对不对 他们也通过资本的力量 也吸引了很多的眼球 推动大家对于整个电动汽车 对于新型的一些车 车的出行方式的 这样一个关注和认可 但是我相信 把车造出来造好 还是需要一定的功夫 所以我觉得未来 谁能够笑到最后 我觉得还值得关注 去年呢我们也知道 沃沃要推出一个 这个电气化的这个战略 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战略的这个具体的 这个大概的情况 还有目标是什么吗 对我们做了两个大胆的 一个陈述statement 第一个呢是我们在2019年 就会推出 把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车系 全面的电动化 那么2019年之后 我们就不再生产或者销售 只有内燃机的 这样一个车汽车产品 那么第二呢是我们目标 在2025年 我们希望有100万辆新能源 沃尔沃汽车 推向市场 累积 这两个陈述呢 都是需要我们 花很大的精力 很大的努力 在电动化方面 来这个 加大这样一个 产品的投入 那其中最大的挑战 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里的挑战 在于平衡 这个商业的这样一个 合理性 和一个技术的 一个领先性 因为电动汽车 它很多时候 还是相对成本比较高啊 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些 相对比较高的成本 直接转嫁给消费者 因为消费者不一定会买单 所以我们必须再找一个 很合理的这样一个平衡点 您可以在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领域给我们做一个 大胆的预测吗 在未来的比如说 三到五年 甚至十年 大的趋势是很肯定的 唯一可以值得关注的是 这样一个速度 非常感谢August 非常专业的解读 那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们呢 August还会在车云网上 推出一系列的专栏文章 那我们的VV闯硅谷 也会和车云网 陆续为大家带来 更多CS精彩的节目 敬请期待 感谢August